Hello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拆一个新水款的玩具 是我19年就想买的,是怪兽冰棒的这个 我买的是缺头卡的版本 我真的断了很久嘛,结果发现这几年价格越来越高 应该18年还19年的时候拆过一个熊猫脆皮的 后面我不太喜欢,我就几十块钱把它卖掉了 但这只我一直很喜欢,因为它有个加薪嘛 我买这个版本,这个是190,是缺头卡的 所以便宜一些 我想说这么多年啊,遇到一个价格合适的也不容易 我刚刚很迫不及待就已经拆开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一对冰棒 大家可能在很多其他的地方都见过它了 然后呢,它里面的这个小冰糖葫芦是可以动的 就是活动的这种 它应该就是套在这上面的吧 我是刚刚到家之后吧 就看了一下别人开箱的视频 然后我就刷到好多年前 那个小猪他们的这个开箱视频 然后就提到它是夜光的 天哪,我都不知道它是夜光的 我之前就纯纯的只是喜欢它 刚刚我用手电筒试了一下吧 就它是那种西光型的那种 然后里面的这个冰糖葫芦是可以西光的 然后就有点泛红色的那一种夜光 天哪,好喜欢 这好像站的不是很稳 看一下它的脚底 脚底写的是,是它的牌子吧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小一对小怪兽吧 然后它两只手 它应该是一只小怪兽 然后就是两只手 然后两个眼睛 然后两只小脚 是这个木棍的这种形状 然后底下的这个是封闭的 它做了这种滴下来的这种 就是水滴 因为它是跟冰棍嘛 然后里面是冰糖葫芦加星的 其实怪兽冰嘛 我因为之前有过那只熊猫嘛 所以我其实不是太喜欢 就是只有一个空壳的 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内含物的 真的很吸引我 然后还有另外一只 我看到某鱼只有一个人在卖 然后它卖了好多年了 也没卖出去 是一个叫朱古力 长这样子 那个也很好看 然后跟这只也很像 里面是巧克力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这个它本身的这个透明 就外面这个透明的壳子 它带一点粉 就粉色红色吧 然后就显得没有那么容易旧 因为Sophie的话 如果是完全透明的壳子 它就会过几年 它就会泛黄 然后颜色就没有那么好看 它这一个的话呢 就是因为它是带红色 所以它就算泛黄 其实也看不太出来 所以我觉得很棒 这个可能也是 这只怪兽冰棍 这么经久不摔 一直是热款的原因吧 不过这个款式真的很多 因为它前几年 是跟泡泡瓦托做过那个福袋的 所以以前是挺便宜的 200多块钱吧 全新的那种 结果那个时候 我没太喜欢 我想说等个100块 结果一直没等到 现在越来越贵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其实就只有这个冰棍 然后就没有 录这个超完的视频了 然后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夜光的效果吧 这个就是它夜光的效果了 我现在就是把家里面的灯都关了 然后它这里面的这两只 这个厂头葫芦是夜光的 然后这些脚牙这些都看不太见 就是这种透着红光的这一种夜光 是不是很酷 我其实都不知道它是夜光了 马上就给我看一下 别人的视频我才发现的 好意外惊喜啊 我爱夜光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